第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说把这样一个习近平的讲话发出来 再打他这些年的执政的脸的话 那么究竟是习近平的本意吗 如果是他的本意他就带出来 那么他这些年做的是他的本意呢还是这个讲话之本意 因为我们看到虽然习近平呢他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但在这个理论中间呢还没有把他的这个对领导干部任期制废除这件事写入这个理论 在各种地方都没有看到 那么这就说呢哪个习近平是真的 就是说那么废除这个呢是真的呢 还是他还继续准备贯彻邓小平这个 而这是这个权益之计 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不是习近平的本意 那中国政治就更有意思了 习近平搞定于一尊的独裁就全党信息 搞了这么多年 在很多场合好像他也确实卓有成效 比如在废除领导干部任期 这一个邓小平的重大的这个理论中的重要部分的时候 他居然获得那么高的票的支持 那这千分之一吧 就连弃权票加一下也就千分之一左右的 那这样就说明呢习近平在最近 如果这个讲话不是他注意 就说明他最近在权力斗争中又遇到了重大挫折 就说明他在权力斗争中又遇到了重大挫折 就说明他在权力斗争中又遇到了重大挫折